好 当然其实这个政治的氛围 就是比较微妙一点点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政坛上 现在难道说民进党政府 也是逢寒必返吗 我请教一下借大使 国庆晚会今年会在台北大巨蛋来举办 但是传出因为这个维安规格升级 量体还有人流都很多 所以经费就暴增了 因此台北市政府就找上了 跟立法院长韩国瑜求助 那韩国瑜就找上了工股航库 希望能够协助一下经费 但是没有想到募款过程卡关了 因此国民党立委赖世宝就说 这个就是关股银行 在给韩国瑜穿小鞋 难道说我们真的是逢寒必返吗 当然了 这个民进党一向是 这个叫割合割道断井 那现在这个几个 现在就赖清德几个重大政敌 第一个就是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郑百亿先生 对不对 现在已经进去了 那第二个就是柯文子 正百亿很简单 他是在家里发现了五百亿 发现了那个现金 当朝人赃巨货 你看现在柯文哲你也没找到 你也没找到这种 这种几百万的现金都没找到 而且没有藏在家里面 对 那所以呢 那你可以看出来 两大政敌 未来的这些 这个路途上面的这些拦路虎 先去掉两只 还有一只就是谁 就是我们现在的立法院的 我们的韩院长 那怎么可能让他 获得舞台获得掌声呢 那就是卡他 那还有什么说法 那这公营行库说实话 基本上就是公务员 现在民进党说实话 他现在这个执政 现在从蔡英文下来 就已经连续已经快十年了吧 快十年了 公务体系的人 头下面他没有办法 因为公务员太多了 你这些头现在都是他自己人 对 那一定要跟他 你非他自己体系的人 想要去动他的钱的话 那他一定问他自己的组织啊 谁封他官 谁就是他的主人 那就不会给他 而且管你是干什么 办国庆也不行 就算是办国庆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 基本上是因人而决定 对 你今天这个韩国瑜就是不行 除非你们这些 就是说现在的反对党很团结 然后呢 让这些公营行库的这些 这些有瑕疵的这些负责人 他很怕你 所以呢他才不会这样子把你 堂堂你立法院长叫什么 我们做官 官场有一句话一定要记着 官不怕 不怕官怕什么 怕管 你要管得住他才行 再大的官 在你管不住他的话 在别人看起来 就是一般老小老百姓一样 所以啊 你看今天韩国瑜说什么 这个立法院长 他现在他能管什么 看起来他只能管到立法院里面的人事 所以他前一阵子换了一些人嘛 对 可是公营黄库 人家讲说你能拿我怎样 就没办法了 人家里的里都懒得理他 人家想说我给你钱 我不是得罪我的组织啊 我今天能到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 没有那个没有政治力量的话 还做不上去 那我想请教一下借大使 就是说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9月16号公布了各党的支持度 结果就发现呢 其实还是有大概230万名的小草 对于民众党是不离不弃的 所以在今天中评社港媒 他的分析就认为说 蓝白可以抗衡绿的政治格局 其实没有改变 而且司法是没有查出 柯文哲收贿证据 但是你强压在野党的党主席 因此呢对绿营是很伤的 除非呢真的 你查出了这个柯文哲的一些证据 经流证据 否则这个中评社他的分析 是2026大选 蓝白和会战上台面 而且会成为柯文哲满血复活之后的复仇 您认同吗 我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你没有证据 你只看到权力 你没有看到证据 你只有看到这个目前这个政府 这个就是说没有权力分立 可是呢就是变成 这个立法司法行政 考试监察全部都是一权 变成我们这个五权分立 的宪法变成一权独立 就是就变成只有一个权了 然后呢 他基本上展现他的权力 基本上连所谓的 在三权分立国家 还有一个第四权叫媒体 连媒体一起绞进去 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法制 我就是说没有法制 哪里有法制 你没有法制你就没有人权 对不对 你没有人权你就没有民主 所以就全部都垮掉了 我们就说今天你要 我们不是站在柯文哲 我们不是站在民众党 我们不是站在小巢 我们不站在任何 我们看这个案子办的实在是离谱 到现在金流在哪里 你已经人压进去 然后再告诉外面说 我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找了一个 查金流的专家进来 我们就会奇怪 你当时 你在压他之前 为什么不找金流专家 对 那你为什么压进去以后 才在找金流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 就已经好 已经怎么讲了 已经让你对这个办案 你已经觉得 产生很大的怀疑 再讲到这个三立的记者 吐露这个讯息 他吐露讯息 我们看到的涉嫌的单位 跟人员是哪里 就是现在做 在把人家叫来检查的文 他涉嫌的单位就是北检 对不对 你现在在办案的单位 你把资讯卸出来 结果呢 你来自己查 你自己有没有卸资讯 你觉得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公平吗 法官判自己有没有罪啊 我们的法律说 法官你如果涉案 有几轻等的人在里面 或者说你跟这个案子 有直接利益关系 对不起你要回避啊 这个案子要查 北检要回避的 所以现在是北检自己查自己 自己查自己 然后他自己宣判 没事啊 我们谁说这个是公平的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监察员去查的 然后我也讲了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阵风系统去查 对不对 那调查局去查 现在我们 我们事实上你看 也不行 还说检调 检调而且在里面 对 你想当时为什么要设立这个 所谓的廉政局 啊 我们要阵风系统 为什么 人家后来讲说哎呀对不起啊 我们已经有廉政局啊 因为当时设立调查局就是啊 就发觉调查局人家有怀疑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案子 你看看办成这样子 整个我们的法治基础 我们人民对法律的这个信任 对司法机构的信任 现在垮掉了 不要把小草当作傻瓜 建大使我想再来问一下 像是媒体人刚刚这个蔡委员提到 姚慧珍她的这篇发文 她就有提到了说 其实看起来 媒体是可以有立场的 但是你不能够没有是非啊 那现在北检 北检你发了新闻稿说 消息来源都不是公务人员所透露的 消息不是从检调 也不是从法院透露的 那现在大家都在问说 那你三例是不是做假新闻 那你NCC有没有处理 NCC你要不要罚呢 那当然啦 不是 他如果说 不是 不是 他因为他原来说是从检调嘛 经营七年的检调 结果你查出来说 他不是从经营去 那三例就是做假新闻 这没有错 对没有说你什么事都是你赢的 都是你检调跟这些三例赢的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等于公然的否认了三 就是说指出三例 那个说法是假的 那三例就要负责 这很简单的啊 那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都是现在考验我们基本的尝试 我们不是用什么法律专业知识 都是尝试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是因为 如果说他们有人是要帮赖清德的话 我觉得正好赖清德被他们害了 没有这样办案子了啦 你要入人于罪 这种做法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手法太拙劣了 或者真的把天下人都当傻瓜在看 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你今天到目前为止 东压一个西压一个 你今天说实话 讲的都是这个说他怎么样 那个说他怎么样 都是传闻我是觉得这种案子基本上要办的话贪污罪或者说徒利罪 你一定要用文字的书面的资料才能够定罪 那个才是真正的证据 怎么可以道听途说 我们公务员办案子我是公务员出身 我们中国办案子很多都是在冲突的利益之下 我们再找一个合法合理的事情来做 那就会得罪人的 你会得罪那些想要不法获利的人 可是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公务员就是我依法行政就好 你只要依法行政 那些人在那边抹黑这些挖墙角的 那都法律就不会听信 法律要看怎么样 那今天这种图利罪基本上你要明确证据 他这个当事人他要破坏你 你办一个案件 你任何处理案件都有一个法定程序 你有没有应用你的职权去破坏 这个法定程序的正常进行 我就说你要办三次的 你比如说你要办三次的审查会议 你今天有没有抓到证据 而且证据不是嘴巴讲的 你嘴巴讲你就要有什么 你就要有录音 你没有录音的话这是你讲的 他不承认 或者有两三个人 都把人事实地都讲清楚 要不然你就要看他有没有下条子 你要看他有没有在叫下面签一个签成来说 我们这个本来要三次这个会议的 委员会的现在只要开一次就好 你有这样的话那就图利啊 很简单啊 你破坏既有的法定程序办案的法定程序 那我也可以说其实科匹也没那么傻 你看他写的东西 扎到一张小便条 然后上面说越快越好 很多长官在办案的时候都说你们不要拖 就这样子啊 那你说越快越好 他有说你给我跳两个 两个你给我跳两个层级 你不要把那个办事手续跳过去不要办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就是这就是你干涉 而且你叫下面人明确不要依正常法律程序办事 那对内容的部分呢 我觉得检方最难处理的一个就变成啊 他是用共事学的 他是投票 那这种投票像那个吴淑珍他基本上他犯过一个罪 他就是把那个案子的审核的委员的名单他去干什么 他去泄露他就犯罪了 那个就是破坏程序 因为那个审核委员那个是机密的 招标案的审核委员 你不能外面不能对话 你知道你告诉别人 有的委员拿钱被起诉了 对啊有的委员拿钱 这个就是破坏那个程序 那你现在说实话 你检察官又不是昨天才开始办的 你在开始传讯科批之前 你不是已经传讯那么多人 然后在过程中你搜证查案子 查案子不是把每个人叫过来 查案子是下面的检察官 行文给台北市政府 我现在因为这个案子要起诉 已经要调查了 你把相关的文 这些公文现在都移交给我 都交给我 然后呢你中间会不会跳 有人说公务员会不会跳这个文件 我告诉你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承办的公务员 他在办的时候 他一定依法承行政 他不敢乱来的 上面如果要交办一件事情 是违反法令的 明确违反法令的 照我们公务员服务法 你可以拒绝执行 那要不然的话 请上面下条纸 你要不然的话就写 我写一个签诚 我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案子 借长官的命令 奉长官是不是要改变法定程序 你就写一个签诚 让上面去签 上面说可 那你就负责 对 或者还有一些我告诉我们办公务员 奉交下 我这个案子这个好 我这个案子的起源我奉交下 本案要如何处理 那是否可可否尽其建合 必变遵办 大家注意听 这是公文教学 我们天天在处理这种事情的 这个东西 这很难得学得到的 这个科员 要科长叫他 处长叫他去说 这个事情给我这么办 科长会想说 两年以后你就退休了 我还要在那边干一辈子 我会跟你做违法的事 不可能的 你以为那么好违法 下面的科务员 公务员不会跟你配合的 因为这个案子是要从承办人 科员到科长 科长到副处长 副处长到副处长 处长到什么 到到局长 局长到主任秘书 主任秘书到副市长 副市长到市长 这是层层 这个凤和办 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你现在为什么你都找不到一个 一刀见血的一个 证据 科批签名 本案我们要好 让这个金华城案要怎么样如何如何 他有没有签